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歡迎回來見極的巨人2 那我們呢,啊,話不多說,咱們直接就馬上開始吧 然後呢,這個的話應該是臨時營地吧,我記得上一集有說過 然後呢,這些有手的這個就是可以增加好感度的這個符號 我們稍微來解一下 什麼?巨人竟然進到城內了,明明這五年來都沒發生過,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只能挺身而戰了 YA!成功增加 好,這都成功增加,然後這些應該都是沒什麼 沒什麼必要的這個對話 感覺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必要的對話 對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提升什麼 好,新增裝備了 因為我們上一集有過關嘛 哇,多了這個 這個刀身強化感覺不錯耶 這個全方位都有上升耶,我們來做這個好不好 我們來買這一把好不好 我們來訂做這一把,開發完畢 直接給他裝備了 然後呢,噴射裝置的話,我覺得我們應該也是先做個強化版本的啦 什麼靈魂啊,什麼之類的,這個慢慢來 這個之後再說 沒有裝備喔,等一下再裝好了 這個也是,哇收捲速度降低 收捲速度降低 來,沒關係,裝上去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要自己去裝備了,因為剛剛已經按到了 這個要裝這個 有,裝備了,速度加3 然後,這是我的馬 我的馬非常好 這邊還可以切換另外一邊喔 這麼酷喔 然後呢,我們現在sp8嘛 我這邊裝了一個,急速落下跟瓦斯消耗 瓦斯消耗減少 然後呢,他這邊還有一些分類 分類就算了,這個看看就好 禮物是什麼,沒東西 據說這個禮物系統啊 禮物啊 好像是好感度到達某一個階段之後 他們會送禮物給你 更感覺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來改造一下 資材不足 紅色的話,好像是可以直接去買資材 是不是 不要不要,太貴了 哇,全部都不足耶 好,沒關係 都不足沒有差啦 我們直接開始啦 之後就會有 之後就會足夠了啦 好不好 之後就會足夠了 是的 來吧 好,終於 我們記得上一集我們玩很久耶 我們上一集 那個劇情實在太長了 這次應該會比較短一點 我覺得 這次應該是不會那麼長了 大概20分左右 25分左右吧 好,盡量把它收短一點 不然的話,觀看時間太長 大家也會累啊 你說是不是 他會開始 他會開始 各班分頭去掃蕩巨人 喔 為了死守羅賽之強 米卡莎 雅力克到我身邊 喔,對 今天這一集 應該可以看到艾倫變身了 我覺得 米卡莎希望她不要死 今天這一集有沒有辦法看到艾倫變身呢 好,讓我們來繼續看下去吧 喔,這是我的視角 我換鋼品 好帥喔 跟笨蛋分到一起真衰 別吵架 好啦好啦,吃蛋啦 對啊 算了 我們要先拿鋼奶 可惡責懶的傢伙 走掉了 我就要跟柯尼一起 我跟柯尼一起 開始了開始了 出陣 那是什麼符號啊 這是幹嘛 一起行動 接近我軍按圈就可以一起行動變隊員 最多能帶4個人數上限5人以上時 按下上下左右可以替換 不想替換按下XX 階級分為S加跟D 我們這個是B 前往優米爾的所在 有啊 我們來啦 有啦 有啦 讓他加入了 會合成功 我們先去討伐巨人 這邊很多啊 哇啊 超多的啊 那個小巨人好可愛喔 那小巨人好可愛喔 上啊 上 可以進行遠處 一口氣拉近距離 進行斬擊奇襲攻擊 按著R2的時候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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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襲攻擊 欸不行啊 我還要按三角形才行喔 看這也太好笑了吧 太快按也失敗 再一次 诶,这好难 这个不好抓 再一次,再一次 有 多了一个奇袭攻击 第一次奇袭大成功 然后我们现在干嘛 讨伐巨人 讨伐 那旗内的所有巨人是吧 诶,这次的那个 装备消耗的速度好快哦 我说真的 有快到有快到 1QY哦 我要材料 给我材料啦 在那边 别给我洛莉七八说 给我材料 下去 角度不佳 角度不佳也会被扣分啊 我的天啊 哪边还有巨人 我看到了 他现在地图改在右下角 有点不太习惯 这边有一只 然后他爬墙诶 哈哈哈哈 在干嘛 表演特技你 有点后悔取托鲁这个名字 应该叫妮娜才对啊 有那个讯号弹了 跟之前一样 就能得到设置信号弹 此外呢 能让实力坚强的我方士兵成为队员 救援信号弹 诶 这一次怎么没有狼烟系统啊 这次居然没有狼烟系统 有点可惜诶 我们先救人好了 掉到水里了 救他 救他 卖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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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伐了 获得了这个 啊这要怎么使用 焰霧弹要怎么使用 不会用 抱歉 获得放置信号弹 不会用啦 到时候我就会掩护你 我有差点抓到我 发现新的信号弹 哇 升七七哦 队友行动会按照队友的队友行动种类有所不同 各队友会使出的队友行动种类 可以从图标中看出来 攻击攻击补血闪光弹 哦 展开攻击的 哦 哦 他又会捕捉敌人的队友 会使用闪光弹的队友 会治疗敌人的队友 会治疗自己的队友 队友的图幻变成爱心 并按这时只要按下L1加十字键 队友便会前来救援 好不管了去信号弹的位置吧 没有瓦斯了啦 站在这里补瓦斯应该不错吧 哇 这个卷偶站到后面 想干什么东西 比如说 不错 不错 陆续补食人命 快点喽 發現了 左手我的 砍下來了 可惡位置又不太對,真的好難喬喔 再一次再一次 這暴擊的意思嗎 剛剛是暴擊的意思嗎 換刀片 不過要換刀片的速度變好快喔 可以阿,我覺得還蠻行的 不要太爛就好了 喔耶 看到了 一顆外喔 下去吧 又一個,又一個信號的彈球救了 Kuriko,Ellen 我家的持續盤是這個先 你們,再到後來吧 好,我就是討伐的TOPPLA TOPPLA 你要小心阿 其實我們可以再招一個第一級隊員 喔,就是你了 幫忙攻擊吧 好啦,我現在過去啦 路上啦,別急 來 嗯,他的左腳有東西 謝謝 再一次 喔耶 大成功 抱歉,我也會戰鬥,你幫我抵押 我來了 到這紅色旗子去 獲得了 還打不死 賣喔 完全討伐 為什麼弄不到 這麼高的地方 舒服 就是這麼的舒服 換一下 再來再來再來 剩下巨人在哪裡 對面 我看到了 不是這一個 左腳 右腳 好 喔耶 他在幹嘛 又在皮皮刷 皮皮刷大冒險 賣喔,賣喔 終結你 還有一隻 來,這個交給我 喔耶 我覺得全程用這招應該會打得更快喔 我這麼覺得,全程用這招應該會打更快 齊齊時間 這招真的很好用耶 我覺得不要在那邊飛來飛去,好浪費時間喔 用這招就飽啦 用這招就飽啦 怎麼會有人SOS啊 有人被抓了是不是 補給給本部 喔 補給補給 有了 來,我們救人 去救人 要去救人 喔 喔 哇,看不到 尷尬了 瞄不到手啊 他的手的部位好難調整喔 找到了 有 去 去了 耶 這算有救到他了吧 感謝你 魚周招 設置 砲台等級3 他沒有一個SOS好久喔 他講,他講的SOS應該是這個吧 重建 砲台 我沒有 我沒有等級3的砲台阿 呃,怎麼了 大型巨人出現 大型巨人出現 這個巨人是那個強化版的那種耶 強化版巨人 在哪裡阿 我看到,在那邊 那褲頭對不對 把他解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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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哇,那褲頭標記 知道怎麼打 哇,有血耶 應該是把他這個精力給打掉吧 巨人當中存在力量相當強大的課底 一旦強力交戰 體力表與精力表外 橘色綠色閃光弱點部位 精力歸零 會有一段時間毫無防備 喔 攻擊弱點部位 或者是使用這個勾驅動攻擊 消耗體力,不要讓他到處亂動 無法齊襲 可以齊襲他的手阿 啊 根本砍不到他的傷害 我要打他的腳 他的腳一定有好東西 決定了 哇,砍42滴而已 42滴 有沒有搞錯阿 這要打好久喔 我們打他的手好了 打落點,先打落點 啊,落點才45 怎麼一下高一下低阿 會不會是因為我剛剛都沒砍到的關係 所以才那麼低 有啦,這傷害好低喔 來來,攻擊 全部都打這隻腳 拍爬拍爬 46 我難過,我難過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刀片壞掉了 難怪 哇哦 發生氣了 哇,有這麼生氣阿 還是很低阿 沒關係,我要扛他的手 我覺得這應該都是體力在遞減阿 把這個體力遞減給解決掉應該就有傷害了 有了有了,有傷害了 有了有了,有傷害了 再來一次 好強喔這一隻 我的腳斷掉了 他體力又恢復了,我的天阿 哈哈哈哈 讓你沒手熟 剩下腳了 他一直在抖動耶,好好笑喔 從高處落下 哦,57 因為霸體的關係 可以接受 我一定要拿你這個材料,我不管 哇,傷害好高 歐呦 換刀片 他快體力恢復了 再一次 呦,失敗 五滴五滴 哪有滴喔,我的天阿 我卡住了 有了有了有了 可以攻擊他本體了 被我們虐了體悟完膚阿 等一下,那隻巨人先弄死 我覺得他很愛眼 太快掛了 有 來 沒有,沒有瓦斯罐了 我每次都玩到沒有瓦斯罐 他那個標記太小了,看不清楚阿 應該是說不夠明顯 不容易注意到 我只能這麼說 不容易注意到阿 他快死了,最後一次奇襲,奇襲攻擊 歐呦 YES 哇,好難搞喔 我的天阿,打好久喔 哇,二代的新模式我好不習慣喔 怎麼會這樣 哇,叫什麼 好,艾連出事了 艾連出事了 全部瓦解了 我們的托斯瑪,要被吃掉了 托斯瑪阿 阿 托斯瑪 好吃 托斯瑪再見 GG 噢 吞了 登登 你幹了什麼好吃 你幹了什麼好吃 啊 哇 援助重現 瞬間少了一隻腿 一隻腿就不見了 哇,被吃掉了 米娜也被吃了 大家都GG 這個美少女 哈哈哈哈 Sona 聖誕老公公 哇,要被吃了 因為他嚇到無法動彈了 阿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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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敏要滑進去了 哇,就超快的有沒有 走出去 阿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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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啊 發生什麼事 我怎麼覺得他這次的動畫做的有點爛 我玩到B而已 我好爛喔 這次沒有辦法那麼容易拿到S了 我是這麼覺得啦 感覺難度提升了 不過拿到很多材料還蠻爽的 Oh yeah 可以使用約翰了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我覺得這一代的打擊感變有點差 是我的錯覺嗎 而且他的那個物理判定啊 就是說從側面攻擊 傷害的遞檢 這些他都有做出來了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的話基本上你只要有瞄到 以前你基本上只要你有瞄到 都會有辦法完美砍擊 所以這一次呢 要找到出手的那個時機 真的變得比較有點 嚴謹 應該不是嚴謹 變得比較嚴格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寬鬆了 看來之後我必須多練練了 不然我一直吐槌 拿不到S級 感覺好不爽喔 好不好 那麼今天呢 這集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齁 那稍微也是 讓我自己稍微練習了一下 應該 我覺得還行 劇情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畫質的話 是有所提升的 然後 其實我很想趕快 過到第二季之後的劇情 因為前面有點拖財錢 因為我都看過了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鍵個訂閱 右下鍵個喜歡 歡迎下午幫我收到頭 我們下一集晉級的巨人2再見啦 掰掰